大家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二讲 这讲主要向大家介绍 怎样利用整块的时间来精读一本书 我们在生活中最常见的读书场景 是在家里用大块的时间来读完一本书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怎样利用好这种大块的时间来读书 我在第一讲里面提到过 整块的时间比较适合做一本书的精读 然后寄一些精要的笔记 如果你已经工作了 像这种整块的时间其实特别珍贵 所以你必须尽快的挖掘出整块时间的价值 让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宝贵时间得到最高效的利用 那在讲怎样利用好时间之前 我先讲讲不要在整块的时间里面做什么 首先不要在整块的读书时间里面 想办法去查其他的书 很多史学大师都有这个特点 喜欢一边读书一边查东西 读着读着 自己手头已经罗出一大罗的书了 这都是他一边读书的时候一边查出来的 我看很多人读书的时候也有这习惯 一边读书一边查资料 最后查了很多的资料 但其实这种读书方法 基本上只适合那种专业做学术研究的人 或者需要查大量资料写文章的人 因为他们需要考证教对他们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里的观点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职场人了 你不需要这样旁生知己 如果你在读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你完全不能理解 或者你急需要查证一个观点 你不妨在手边放一个笔记本 把你的想法记在笔记上 等你读完书了之后再去查证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 我曾经推荐过一种叫做群促读书法 群是社群的群 促是花团紧促的促 就是有的时候想要高效的读书 我们可以把作者所有的书 包括跟他有关系的书放在一起来读 这是一种高效的读书方法 适合我们在整块时间里 快速理解作者的核心观点 因为他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的书里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不同的书 都是在反复论证他这个观点 让他反复的证明自己 这些书放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加快你找核心论点的速度 说不定哪一本书一下子触动你了 你找到那个核心论点了 你接下来就可以全盘的理解 作者其他所有书的核心论点 这种情况是一个例外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不是一个读书高手的话 先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先老老实实的 把一本书的核心论点找到 这是最重要的 在读书的时候 还不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同时手边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包括你在同时读两本书 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做 一个时间段你只读一本书就可以了 我的读书社群里边有很多同学 喜欢把好几本书放在一块读 当然我能理解这是一种读书的焦虑 本质上也是一种爱学习的表现 但是这其实对于读书的效率是降低的 不会提升 我们在精读一本书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做完一件事 就是把这本书的核心论点 核心证据找到 而且要找准 并且把这本书读透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只要完成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这个工作虽然听起来挺简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会极大的耗费我们的脑力和体力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同时读好几本书 那你的注意力就一定会分散 最后你就没办法完全的消化 和理解一本书 同时读好几本书 最常见的一种结果 就是手头的两本书全都没有读下去 最后干脆都放弃了 还有很多同学 喜欢把读书当成一种消遣和娱乐 随手还做着其他的事情 什么洗洗东西 玩玩手机 吃点东西 或者听着音乐 但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推荐 我推荐的极简精读法 本质上就是选择最合适的时间 去做最该做的事情 整块时间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它如此难得 所以就应该用在尽快的快速达到目的上 读书当然是一种享受了 但是这种享受 本质上是一种智力上的享受 是认知升级和思维升级带来的快乐 想要获得这种快乐 我们就必须集中全部的精力 迅速从书籍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真正获得了一本书 这和打游戏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要快速的完成目标 击败对手 完成一次升级打怪 你见过哪个打游戏的人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还能迅速的升级打怪呢 读书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专注的获取自己需要的 想要的信息 尽可能的掌握一本书的重点 理解一本书每个章节之间的逻辑层次 最后用笔记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过程和升级打怪是一样的 快速的达到目的 完成了之后就撤下来 第三件不要做的事情 可能听起来有点悔三观 不要在整块读书时间里 试图读完整本书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 一定会认为 读书是要从头读到尾 把它完整的读完 但是我在上一讲 介绍过的知识处原理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作者 其实尤其只有一个核心论点 这个核心论点 只需要一到两个核心证据作为佐证 它的基本框架 基本的架构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目的是找到这个核心论点 然后完整透彻的理解 那些核心证据 是不是佐证了它的观点 因此我们读书 不能散漫的在那旅游 而更像是夺宝骑兵 或者像摸金校尉之类的 我们是到了一片陌生的地方 想要快速找到宝藏指定的地点 尽可能绕开那些障碍和陷阱 快速的找到宝藏 然后拿到了之后就走人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不需要花时间在整本书上 因为这书大量的观点 都是引用前人的 而且反复在论证一个观点 你只要找准核心证据之后 找到了它 就迅速离开 就可以了 以上这三点 是三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从此就可以推导出 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首先 读书要专注的理解核心论点 与核心证据 做到心无旁骛 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心中一定要牢记 作者在一本书里的核心论点 只有一个 促使他得出核心论点的证据 也不会特别多 最多有一到三个 因此 你想要理解一本书的重点 就是看他的核心证据 是否证明了论点 然后 作家是用什么思维逻辑 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来佐证他论点的 掌握这些就可以了 尤其是如果我们读的书 是那种概念性的畅销书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最常见的那类书 这些书基本上只有一个概念 然后它围绕着这个概念 来反复的论证 比如说那本经典的黑天鹅 这本书通篇 都是在介绍黑天鹅现象 这所谓的黑天鹅现象 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这世界上 有这样一种现象 它经常会对现有的格局 造成毁灭式打击 而且你还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来 作者塔勒布在书中 列举了成千上万个 黑天鹅的例子 但其实这些例子 不都是黑天鹅事件吗 我们重点理解了其中一个 其他的大多数 我们不需要再像理解 第一个那样费劲了 快速的看完就可以了 有一些作者 会在书中提到一些二级概念 来佐证他的核心论点 比如说黑天鹅这本书就是这样 他提到了很多二级概念 比如像什么极端斯坦 但是这些概念本质上 它也是黑天鹅现象的一种 我们只要读透了黑天鹅这个概念 那这些二级概念理解起来 应该也不会很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得把重点 放回到核心证据 是否佐证了论点上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读书的时候 只读自己选出来的书 或者读选出来的某一位作者的 一系列书 巴菲特就是著名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创始人 也是著名的投资大神了 他有一个合伙人叫做查理芒格 查理芒格一生都在积累 各种知识清单 而且他一生都在手部试卷 不停的读书 而且不管他到哪去 随手都会带一张报纸 只要坐下来就看书 如果需要见人就聊天 聊完天继续看书 他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他一生积累出来的清单 基本上也不过是积累了 一百多个定理和学书 这一百多个定理和学书 足够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了 也足够让他后来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了 那像查理芒格上写如此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当然也不需要贪多了 精简的工作 我们应该花在选书环节上 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只需要读一本书里面 最核心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们平时在读书的时候 如果你做到了精读一个作者 已经了解了作者的知识点 那如果他的观点已经强大到 足以说服你了 你也把他的核心都找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你自己的知识库里面 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次知识点的搜集 那根据我的经验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 能够搜集五到十个这样的知识点 其实我们完全有机会 只赶上查理芒格了 你想啊 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积累了一百多个这样的定理和学书 虽然这些知识点 他后来反复的实操 在各种场景中不停的运用 而且反复的跟人到处讲 这些知识观点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他毕竟也就只有一百多个 如果我们一年能够搜集五到十个 这样的知识点 我们完全有机会能追赶上查理芒格 总之 这一讲 我给大家讲的核心是 怎样把整块的时间利用好 来完成快速的精读一本书 它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 专注的找到一本书的核心论点与证据 不求多只求达到效果 然后在我们的读书清单里面 搜集完成一本书 然后用记笔记的方法 把它完成一次归档 这样的话 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应该把剩下的时间充分的利用好 无论是记笔记也好 写感想也好 还是在生活的场景中不断的应用也好 把这样的时间拿出来 用在更好的消化这些知识点上 不要把它浪费在读书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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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